市政署提提你 供應或使用未依法需售檢疫食品 最高可備罰款60萬 現在時間是 晚上7點 今日電台一致新聞引報 立法會一般性通過 已定義定年財政年度預算案 在全體會議上 議員梁孫玉和李直義 關注特區政府 遭用不動散開支持續增長的問題 質疑有沒有充分利用政府物業 列席的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德回應 政府一直期望能夠沉覓到更多土地 興建物業給政府部門先入 以減少每年租金支出 他有舉例財政局在接收添製不干貨倉之後 一直與不同部門溝通 與古大善用空間 但需要考慮是否完全符合公共行政要求等 他認為雖然財政自治部門 不在財政局資產管理範圍 但未來在整個公共畢業管理方面 應該定定機制已達到善用公帑 有關做法仍然需要探討 有議員關注政府 設立財政盈餘分配場後機制的進度 梁維德說 預算看建議將財政盈餘0.3%撥入社保基金 至於會不會擴展到其他販賊 相信要由新一屆政府在下年首位決定 經濟局局長大建業 代表國門特區政府出席在印度 新德里舉行的《甘伯利晉成2019年大會》 經濟局說 由於本澳已經實施《甘伯利晉成證書制度》 執行法案作為本地主管機構積作 經濟局派原3月年度大會 又說《甘伯利晉成成員》明年將對中國 包括港澳地區展開核查工作 經濟局說本澳已經向7家企業 簽發無枚鑽石經濟活動經營人准召 並正處理另外2家企業的准召申請 同時已有一間保石加工廠落戶外門 經濟局期望可為推動《産業色度多元化》 拜出重要一步 一名37歲男子涉嫌深吞僱主兩北半月 案發在去年 這名男子當時在茶館兼職 在女僱主指示下到賭廳 從女僱主有人帳戶提取兩百萬元 女僱主其後發現這筆款項沒有傳入自己帳戶 這名男子亦失去聯繫 隨即報警 施警經過調查 發現案中嫌疑人在案發當日已經潛逃內地 內地警方較早前在珠海接獲嫌疑人 移交司警局處理 施警說有人承認犯案有關款項已經在內地 償還倒閉和發揮 限制提供交代發生後突擊日 環保局突擊巡查市面之後 暫時沒有發現有商戶違法 而大部分商戶已經在場所顯眼書 展示有償提供交代的宣傳品 環保局有課 將會繼續跟進有關執法和法律諾實情況 當局再次呼籲市民減少使用交代和自備加密袋 又建議商戶在有需要的時刻 只提供適當數量和尺寸的交代 共同營造減數氛圍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 禁謀免法答法方式不符合香港基本法規定 警方宣布即時暫停執行禁謀免法 香港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博委 調查科高級警司李桂華 在例行記者會上課 警方對禁謀免法執法屬於保守 10月至今一共三中相關案件 只有一個人被落案控局 新聞鑑定完畢 本下日報道新聞時間是8點 桶仔嘉德市油站 經已投入服務 帶給你全新的入油感受 嘉德市特約天氣消息 上來到了晚上的7點05分鐘 看看天氣方面的情況 預測會是天氣乾燥 大致天程 吹4至6級的偏北風和日陣風 至於明天天氣方面預測 氣溫會下降的天氣會乾燥 大致天程吹4至6級的偏北風和日陣風 預測氣溫約為攝氏15至23度 雙量濕度會介乎40至75之間 預測天天最高紫外線指數約為5級 特別是屬於中等的 看看外面室外的氣溫 錄得攝氏24度 雙濕度65% 不用出門 下載澳門細寶 九種支付方式 隨時買到世界各地各種商品 同享受服務 澳門細寶網上相成提提你 今天是農曆10月22 好, 怎麼會有的? 怎麼會? 你的泡文说得这么好,你是哪儿学家?我又想学 很容易,想说得很像我这么好,跟我一起听泡文齐齐说 我们讲的泡文 上一集我们讲到,Louisa就会带她的哥哥去看赛车 节目就有了,究竟带她去吃什么好东西好呢? 我们一起听听解释先,Garishman,Louisa 你哥哥喜欢吃中菜? 你的哥哥喜欢吃中国的食物? 他什么都喜欢吃的 他喜欢所有的东西 那你真的要带她去美食节了? 那么,你必须带她去美食节 当然啦 一起听听今天的生词 中餐 中餐 美食节 中餐 你哥哥喜欢吃中餐? 你哥哥喜欢吃中餐? 他喜欢所有的 他什么都喜欢吃的 那么,你必须带她去美食节 那你真的要带她去美食节就行了? 一定 当然啦 我们下一集 星期三再见 葡文齐齐说 由教育器青年局 语言推广中心制作 逢星期一、三、五 早上7点40分播出 和日晚上7点新闻后重播 我们的网址是 www.dsej.gov.mo 反邪撇CDL 如果想拿我们节目的文稿 大家可以在节目播出之前 两个星期去到教育器青年稿核下的各个中心 中心学习服务站 和澳门电台免费索取 三地月费很贵 为什么 当然是用中国电讯两地月费 还送你六次香港上网 適合周不时去香港用 还不是两地月费三地享受 这么划算?还快点带外转台? 中国电讯好很多 你知不知道狗仔满三个月大 就要立牌和打狂犬病预防针? 我知道 之后每隔三年要再逐牌打针 出街还要用狗绳拖拾 那就不怕它走失了 市政署提提你 做个尽责寵物主人 尽责照顾寵物一生 減慢车速 反应时机好捕捉 駕车安全响落伏 交通厅呼吁市民 真爱生命 切勿超速驾驶 老板,我们店铺就快装修完了 接着还要顺利通过修职 获发饮食牌照之后才可以开店? 你不知道第36邪惑2018日行政法规 已经在2019年1月1日正式生效了吗? 我们的施工方案获得通过之后 可以透过递交法定要求的证明文件提出申请 如果获审议计划及检查委员会批准 就可以获发有效期为4个月的临时牌照 挺好的 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申请牌照期间的 开业成本和压力 没错 作为一个首发的食肆经营者 我们一定要确保经营期间 店铺的设施和设备运作良好 不会对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方面 构成隐患 还要不怕影响到街坊才行 如有疑问 可以浏览市政署网页 或致电2833-7676查询 市政署愿你共建美好城市 Cathy,你未来想回内地升学? 高教局已公布了新学年内地高校招收补送新资讯 名额超过1000个 有90多间高校 很多都是重点大学 我当然知道 基本开放所有专业给澳门学生 如中医、师范、航空技术、石油工程、大数据、心理学、语言、舞蹈等 我已经拯好心仪的高校和专业了 看来我们的升学目标都一样 近年国家发展迅速 未来澳门和大湾区内其他城市都很有发展机会 一定要好好把握 那我们一起找老师谈谈争取补送吧 有关详情可向所属中学查询或浏览高教局网页 市政署提醒你 将建筑废料及大建家具 棄置于公共街道可被检控 我本广场由8月起至12月 逢星期三和星期五 邀请政府各个部门代表出席节目 总结10年施政 星期三 由电局局长刘慧明、代副局长刘兰华 澳门电讯行政总裁及执行委员会主席 潘福熙、中国电讯澳门有限公司董事陈武 探讨油电服务 星期五 个人资料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邮显哲 职务主管钟雪义 探讨个人资料的保护工作 TDM App和Facebook专业视频 同步澳门电台直播 欢迎听众打电话2834-6688 或者2834-6699 和政府官员直接对话 大家也可以在Facebook直播留言表达看法 softwareniz 他尤其有尝试一个很特别的 澳洲才有的T Bar 即是一个滑雪, 男车 他不是坐在车上 他就会有一个T字形的把手 你依然在雪地上拉著你向斜坡上滑上去 T字是反轉一個T字 他跟姐姐一人拉著一邊 拉著他上山頂 我最初試過一個人坐 有一個陌生人見你一個小小的小朋友 就陪他一起坐 不是,他們是主動幫你的 那你是否遇到有需要幫的人 你也要主動幫人 是 如果單邊的話 因為會跌倒 你一定要拿另一隻手去平衡 就很累 所以兩個人坐起來 原來幫了別人 那麼上心 記住別人幫 幫了別人的話 你自己會覺得很開心 別人這樣幫你 你就記得了 反過來自己又做回的時候 不是望別人會記得 但起碼我也覺得開心 Walkatalker 我行我素 生活焦點節目時段內播出 錯過了直播節目時段 快點上生活焦點網頁 收聽逐本重溫吧 澳廣市 時間用音樂刻畫出生活的連輪 去實實控托 情景交集 有味道 有氣息 有感悟 繼而歌人合一 Happy Together 星期一晚7時 澳門電台 Smile、蠶絲皮和全面皮 換舊開始了 樓廉超市提提你 現在的時間是 澳門電台晚上7時15分 有禮生活齊奉行 市政署告訴你 現在天氣是 新海日氣溫露得攝氏23度 雖然10度65% 一樣 大熊 卡斯 扶手提升 相對望 共野花 不計如說 到我會投影 初冬祖星 唐海深空相照应 陈世里白羊 初流便合情 常计仿佛祖春 一片羞怯体默认 深秋立流头 般旅认 夜里枕变亦过去 犹念及兴一句 无意种下爱念 恐怕山水 草莹风声总 破灭 继夜证 不敢闭眼过去 都无痴 早阶分清 寄许光阴不止箭 唯有再放下困惑 期待别 常计仿佛祖春 一片羞怯体默认 深秋立流头 般旅认 夜里枕变亦过去 犹念合情一句 无意种下爱念 恐怕山水 若望尽方眼 四股风景 皇后退 分不精 世与瓜盈淚 望闻夹过去 困望方有若雨露 下醉醉落田水 茫茫风中苍莫泪 试过境 千参牵心 已倦 已亦断 方寒透折 概旦愿恨有 风声不悠 影响之秋 空退酒 晨几片片叶楼 飘降蝶口 语音乐 老忙尽放眼四孔 风景往后退 分不精试 雨瓜盈泪 莫闻夹过去 困望方有若雨露 下醉醉落田水 茫茫风中苍莫泪 试过境遣心献心 意倦意亦断 方向透徹 概旦愿恒有 风声不由 影响知秋空对酒 情几片片叶楼飘降蝶口 还要朱朱无缘 寻爱到他 如果上星期有听Ivy的 Happy Together的节目 都记得我们用了很多 以秋天为太耳的音乐创作 以英文歌为主 其中我提到 我博了《从不知》 秋天就会想起这首歌 《乐业》 秋天的画面就会出来了 再加上郭小林原唱的素文气质 我觉得很吸引人 我觉得如果预计一个素人不出道 应该可能比当年更加 大家会欣赏他幕前的演出 因为现在比较喜欢素人的表演 因为多了很多这些选秀比赛之后 我觉得真的在坊间很多蛾虎藏龙 一定是那些光鲜亮泥的明星包装 才可以在音乐上发展 撇除了这类型的偶像式包装之外 其实是很多选择性的 很多元 我想现在郭小林出来的话 应该比当年更容易走一些 幕前的路线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音乐人 他在退居幕后 亦是做很多广告 特别是广告的音乐工作 在学内受一一指 讲开一些和秋天联想的音乐 刚才播过的《深秋蓝流头》 亦是另一种一想起秋天 就是另一想起的广东歌作品 但我今天选择这个 就是王海琴所演唱的版本 当然原唱大家知道 就是小凤姐的 大家会想一下小凤姐这首歌 都觉得很中国化的情怀 但其实是一位 美国的音乐人 她叫做Denis Bion 当年所写的一首原创作品 就是由她这首歌所改編的 Fore the feelings take flight Alexoy Touch and you make everything new Everything bright Shiny and true before the dawn and the light here comes the night here in the heart I still breathe longing a part of me I can see and if the heart cannot redeem one soul apart,one separate dream before the dawn and the light here comes the night here we are waiting and longing longing here I am more than just a man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sand all of us needing and leaving long before the break of day so little time to say well I am I know the way and I wanna be somebody who can see for the whole wanna be somebody who can see for the whole here in the heart I still dream here in the heart of life I see you somebody light somebody lucky fill somebody light somebody lucky somebody lucky Sasha o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了唱了Janice Ian的《深秋納流頭》之外 還有《人恥浪花》 也是這位當年的創作才女 這位來自美國的音樂人所創作 但其實《深秋納流頭》另外還有一個日本日本版本 因為當時香港的廣東歌很流行改日本流行的歌曲 其實是藍沙漬所唱的一首叫做《哀一的妖精》 因為《就路藍沙漬》和Janice Ian是同一間唱片公司 所以他們有合作關係 但當年那首原創歌曲 英文版叫做《I Love You Best》 是沒有觀錄到的 所以很難找到這首歌的原創作品出來 但反而可以有另外這首歌送給大家 但是很熟悉的旋律 可能勾起到你很多對於當年代華語歌曲的記憶 對吧 這首歌也跟剛才這位創作才女 Janice Ian有關係 因為她也跟以下出場這位創作才女 有一個合作 好可 聽到你今天看的 有什麼善意 我女兒在叫聽到 在裡嗎 我女兒在叫你 並無出場 在哪邊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會不會 在中五零 那五零 我 未来の自分に当てて書く手紙なら きっと素直に打ち明けられるだろう 今負けそうで泣きそうで消えてしまいそうな僕は 誰の言葉を信じ歩けばいいの? ひとつしかないこの胸が何度もバラバラに割れて 苦しい中で今を生きている 今を生きている この創作祭礼は80年代の相知は活躍 日本の楽壇の関係は合作の関係 それから10多年前は 日本の楽壇の関係は合作の またはアンジェル・アーキーの関係の関係 彼らの関係は相似 この作品は2010年代の作品に 写了許多歌曲 今日選手の歌曲は この作品は 大紅詩芝士の一手作品 写給15歳の自分 荒れた青春の海は厳しいけれど 明日の岸辺へと 夢の船よ進め 今は負けないで 泣かないで 消えてしまいそうな時は 自分の声を信じ歩けばいいの 大人の僕も傷ついて 眠れない夜はあるけど 苦くて甘い 今生き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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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紅作品 しかしアンジェル・アーキー 先後に上昇了紅白唱 今生きている 日本に成為中学生 合唱比賽時 指定歌曲 Lala 恐れずに あなたの夢を育てて Lala Lala Lalala Keep on believing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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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on believing Keep on believing Keep on believing 今生き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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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橋上の風力 間中達到 強風程度 震風 呼籲駕駛人士 注意行車安全 電單車駕駛者 請使用西環大橋的 電單車專道進行 往返 希望大家也注意行車安全 轉過來 CTM限時一元轉台優惠 讓你享用4.5G大灣區計劃 現在時間是 澳門電台晚上7點30分 普通話新聞 澳門電台新聞及資訊節目科製作 各位聽眾晚上好 下面是普通話新聞 限制提供塑料袋法律 從今天起實施 每個塑料袋收費一元 早上7點左右 有剛剛買完早餐的市民 忘記帶環保袋 他說日後外出時 會習慣攜帶環保袋 也有市民表示 不清楚有關法律實施 認為一元還可以接受 有居民在外出後 才記起有關法律生效 特意回家拿環保袋購物 認為一元收費較貴 有報犯表示 客人大多選擇直接拿走報紙 沒有購買塑料袋 有早餐店負責人說 大多數本地客人都知悉有關法律 但很多外地雇員 不知道塑料袋法生效 外港航道以及西灣大橋至 有一大橋一帶海面 在線違規放置的漁標和泄龍 海市及水務局以及海關 派員清理了30隻漁標 以及大約1000米長的泄龍 海市局和海關昨天發現 外港航道外港金岸浮標 至九州港2號浮標一帶 西灣大橋至有一大橋一帶海面 有違規放置的漁標和泄龍 隨後急派船隻到場清理 局方呼籲船隻應遵守法律 切勿影響海上航行安全 第五任行政長官賀一成 接受央視訪問時說 澳門要做好祖國統一大業的樣板 賀一成說 香港出現一些問題 台灣拿香港做文章 但澳門還是走得好 他說一國兩制沒有問題 能夠走得遠做得好 澳門要做好祖國統一大業的樣板 賀一成形容香港的問題 是一場颱風 颱風雖大 但終有一天過去 他起初認為 香港問題的副作用會延伸到本澳 幾個月之後 香港的局面 反而是對澳門的一種警示 賀一成指出 香港讓大家認識 什麼叫暴徒和權力 權力和義務之間怎麼去平衡 他說 香港有些人太講權力 不講義務 這是一個反思 澳門也要做好這方面的教育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 禁蒙面法的立法方式 不符合香港基本法規定 裁決指出 緊急條例授權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 在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下 可定立規律 不符合香港基本法規定 至於緊急條例 關乎緊急情況的條例是否合限 高等法院不做裁斷 禁蒙面法第五條規定 身處公眾地方的人士 需按警務人員指示 除去相當可能阻止辨識身份的蒙面物品 否則極屬違法 高等法院認為 有關措施對基本權力施加的限制 超乎合理所需 不符合相称性驗證標準 法庭將有進一步聆訊 讓與送各方就恰當的記住與送費 做出陳詞 香港頒布禁蒙面法 引發多宗司法覆核 這是高等法院首宗審理的案件 中國內地第二艘航母 昨天通過台灣海峽 在北京 外交部發言人耕爽表示 內地艦艇編隊在自家門口 展開正常例行訓練 勿須大驚小怪 並指出 中方有關活動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實踐 要求有關方面 停止一切干擾中方正常軍事行動的行為 解放軍海軍發言人表示 這次組織國產航母跨區開展試驗和訓練 是航母建造過程中的正常安排 不針對任何特定目標 同當前的局勢無關 這次普通話新聞報道完了 下次普通話新聞在明天早上7點30分 普通話新聞 澳門電台新聞及資訊節目科製作 GTM Add-on 廣告專家 幫你的社交媒體專頁 瞬間激真粉絲 立即廣告熱線 66130002 現在的天氣是 天氣方面的預測會是乾燥大致天程 吹4至6級的偏北風和會有震風 明天天氣方面的預測氣溫會下降 天氣會乾燥大致天程 吹4至6級的偏北風和會有震風 預測氣溫約為攝氏15至23度 相對濕度介乎於40至70之間 預測明天最高指外線指數 約為5級別屬於中等 另外就是一個特別報告 由於橋上的風力間中會達到強風程度 和會有震風 所以呼籲駕駛人士要注意行車安全 電單車駕駛者使用西環大橋電單車的專道 來進行往返 7時路德生的氣溫是攝氏23度 相對濕度65% 社區消費無限分終於來到澳門區了 由經濟局澳門中區南區工商聯會 及澳門北區工商聯會主辦的 中南區北區消費嘉聯華已經開始 在9月28日至2020年1月12日的活動期間 使用MP、中銀智威庫或豐富堡 在澳門半島內的指定商戶 單筆消費滿68元 就有隨機納減一次最高68元 同時還可以參加線上遊戲 更有機會獲得100元消費券 活動有6000間店鋪參加 超市、麵包店、茶餐廳、快餐店這些都有得用 拿手機出來付錢 方便發手免找續 有這麼多豐富的優惠 你也不要執書 快點用手機支付買東西 曾鮮恐後易碰撞 誤人誤己無為博 交通廳呼籲市民行車時互相禮讓 可減少事故發生 在澳門消費當然要選擇誠信店 凡是獲得誠信店標誌的商號 都必定通過消費者委員會多方面嚴謹的平衡 包括每年不少於一次的年度巡查 突擊巡查、神秘顧客、本地居民體驗 更會收集有關政府部門的意見 務求全方委對商號作出評分 最重要的是 萬一消費者在貼有加盟商號 或者誠信店標誌的商號 遇到消費爭議 都可以透過消費者委員會 核下的消費爭議仲裁中心處理 百分百解決問題 所以說 消費認住誠信店 保障權益最重要 阿鏗,用運動二步場打球嗎? 對,打算練戲去看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辦 體育局承辦的 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 成立二十週年看藝會演 今次表演嘉賓有 黎明、劉德華、鄭秀文 C All Star、谷子喬、立奕匡、彭永森 以及鄧小巧 我打算去慶祝特區成立二十週年 這個大日子 表演嘉賓這麼唱得 真的要練戲去看表演 其實除了歌手表演之外 我們澳門的優秀運動員 都會參與演出的 不如我們一起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點 去澳林匹克體育中心運動場買票吧 記得帶來由澳門有權限實體 發出的有效身份證明文件 就可以用優惠價澳門幣五十元購買 搜一百名去買票的觀眾 還可以獲贈鄭秀文親筆簽名CD 十一月二十四日約定你 澳門盛事多羅羅 十一、十二月由頭玩到尾 盛大活動即將舉行 由十一月八日至二十四日 在西環湖廣場舉行的澳門美食節 環球美食攤位 當然要跟全家一齊來了 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七日的 太陽城集團第六十六屆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高水準的電單車、超級房車 和三級方程式賽車賽事 絕對令你目不下級 邀請市民和旅客一齊來體驗 極速之旅 十二月還有二零一九 銀河娛樂澳門國際馬拉松 澳門光影節 第四屆澳門國際影展 期頒獎典禮 和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 不要錯過 澳門國際馬拉松 澳門國際馬拉松 這片患地無法秘密 當黑髮深著白想起你 當街上抹行人想起你 又隔著岸前面也不顧身處在兩地 不容忌 事业都猖缺无忌 鬼未的你 引我到旧事远非 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 飞机遭遇乱咬时想起你 就算落力违望你的发呼气味 也只会越望越小 来年就算没爱情 日落月星 总会挂念你 应否将爱活埋成 感情继续再回味 或是不应温暖地 美化者并懒别离 唯记得你绝情的一度 痛到以后没预定 灵魂都要换以前 剩下日子 总会挂念你 跟你那些水灭烂 依然阴智的明媚 坐在黑房有原地 在看跟你做过的气 难度太爱你才偷偷想天与地 我们再次为一个地 重新接近 怎样的 今宵才可以无梦 怎样想你 这片卦爱才高中 想想因你我获真心交通 想想光丽与幻幻枕相同 若爱后患无恐 杀死那点躁动 记得你可爱没有用 来愿就算没爱情 日落月星 总会挂念你 应否将爱活埋成 感情继续再回味 或是不应温暖地 美化者并懒别离 忘记得你绝情的一刀 痛到意外没余地 永远都叫满以前 剩下日子 总会挂念你 跟你那死水灰难 依然阴止地明明 素在黑暗有缘地 在看跟你做过的棋 难过太爱你才偷偷想 天与地再度折平 人应记得谁 不应记得谁 无人可干扰反对 未了心愿 强迫去答案也太累 太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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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就算满爱情 日落月星 总会挂念你 相黑相爱但同错 居然带着泪回味 用尽苦心有瓦地 与你掌声说别离 恨笑话过旧情的一拍 发觉我站在怨地 前陈未删落以前 实在未知 有多画面美 虽说有心所从门 居然每夜没放逼 就着黑暗的某地 永远忽破位置等你 难道我暗里头只不得 天与地 天与地 重生折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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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可以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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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 专业一年来到11月中 很快 一年又要结束了 所以可能有时候都会 又要拿一些成绩表出来看看 如果以香港今年的华语乐坛来说 我觉得麦俊宏和黎明的合作和记 是亡记和记 可以说是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 之前的准备功夫 我想是做到足 我想是会有一种令你惊喜的感觉 心理上是会有一种令你惊艳的感觉 可以说是死下神来之不 为这个乐坛在这种跨西代合作 我们这么说可以说成为 一个很多话题性的一个经典合作 卫生局呼吁 威于防流感 应每年接种归之性流感疫苗 现在时间是 我们电台晚上7点45分 宏理保险 你的退休策划专家 告诉你 现在天气是 湿气温是涉事的 23度 所以湿度是65% 汽掌局有一个特别报告 由于桥上的风力 间中会达到强风程度和会有震风 所以呼吁驾驶人士要注意行车安全 而电单车驾驶者就请使用 西环大桥电单车专道进行往返 希望大家就留意了 澳广市致力为全澳市民提供优质广播服务 大家可以通过数字电视第97频道 按声道1收听FM100.7澳门电台 按声道2收听FM98澳门电台浦门频道 两个电台24小时 为市民提供公共广播服务 FM100.7澳门电台 www.tdm.com.mo 网上直播 听时代 听记忆 听经典 早前提过梦俊宁和李明的合作 可以说是香港的流行乐坛 一个时尚和经典的合作 刚才说过 其实在七十年代中到很长的时间 至少到八十年代尾 香港的流行乐坛 华语乐坛 都以改编歌为主 但慢慢培养自己一批的 仓制人员之后 也很着重原仓的精神 当年九十年代的四大天王出现 影响到很多人 有什么意思 夜风发开讯刺 你的不值存存 谈吻作日往事 如何让你知道 活着分开不捨意 你 最寂寞的心人情 伴念卦事 没让你暖暖声音 历历雨夜 不再似首歌 遍了你那个春天 谁在痛苦两身难安 我带着情意一丝丝齐草 多说话都仍然 都仍然没说 很多说话都仍然没说 这种感觉遥远 怀念对方 比想盼满想再会期望 我带着静意一丝丝製作 许多说话都仍然没讲 怕你未忘记如梦眼光 只需看着我再不迷惘 寻求梦里响 在孤单的那方 见到今天的明明 现象昨日飘落 邀请望对方 望着一生都不想放 怕日后梦醒时候 印象淡忘 没有你暖暖声音 历历雨夜拍在自首歌 变了你那个春天 谁在痛苦两心难安 我带着静意一丝丝齐藏 许多说话都仍然没讲 怕你未忘记如梦眼光 只需看着我 我再不迷惑 我带着静意一丝丝製作 去多说话都仍然没讲 还未未忘记如梦眼光 只需看着我 你未忘记如梦眼光 你未忘记如梦眼光 刚才说到四大天王的出现 那段成长的人 受到当时流行的音乐所影响 无疑所以有一张的专辑 专闭翻唱当时发生年代的作品 当然不少得黎明这一首 一天不赏你 他提過當年在推廣自己的歌曲時 都考慮了很多商品上的策略 包括跟一些商品的結合 譬如是一支產品宣傳的歌曲 或者配合的產品又拍一個廣告 主義之類的 就是把音樂跟商品結合 當時也做了很多大膽的嘗試 譬如有些甚至拍的廣告 就很花錢 甚至好像一個電影的製作 也可以說是在市場上推廣的歌曲 其中一個是當年比較有代表性的做法 當然在市場窗網時 你就可以有空間或有膽識 允許你做很多不同的嘗試 譬如聽過有胡林翻唱的一首 《難有一天不上你》 將來的節目差不多帶到尾聲 現在這首歌都是向一些歌曲的時代 或者可以說這首歌是90年代歌曲的致敬 由陳奕迅 不知道 就是 被滑翠 围下一颗深呼干度 以为没眼泪 得不到创天允许 我与你多少次想醉 我游易地望向你 天花着魔落誓言 创造变方地 就精彩收入旅行 沉默到对不起 这一双手被辟到保住你 还未看开 还在灯花开 请相信我满事意外 好不好出线之爱 我与你将做到伤害 我游易地望向你 天花着魔落誓言 创造变方地 就精彩收入旅行 沉默到对不起 这一双手被辟到 我将你放入思想 信心地赞美 当天一光终于要 决策点放弃 我无名分送给你 为新月再难延长 想没有准备 即使再过万万年 还是说对不起 这一双手始终会放下你 你知不知道你是 感激 你知不知道你是 感激 我们在编曲方面 不要有 1990年内 改编日本歌的影视 特别是音乐休息 结束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星期再见 为了打击贩卖人口的不发行为 如果怀疑或发现身边的人 被迫提供性服务或遭受奴役 不要犹豫 立即自电打击贩卖人口 24小时举报及求在热线 2888-9911 打击贩卖人口 你我齐身援手 今年收线款的时间延长了 什么 由市政署和澳门名爱 奥比斯 以及四届村民会合办的 聖诞送暖和欢乐 由11月16日至12月31日举行 收线款的时间到年底 是吗 那活动我每年都有参加 200元就可以认购一份礼物 为澳门有需要的儿童 及青少年送上关怀 在市政署大楼各接待地点 及已市亭前地的宣传摊位 都可以认购 我们还可以捐款帮助内地 及其他贫困地区或身处饥荒的儿童 除了你说的地点 各区资讯服务亭都接受捐款 塔石广场圣诞市集也设有捐款箱 希望我们少少心意 可以为他们带来点点暖意 聖诞送暖和欢乐 一同欢迎再人乐己 医生 我觉得个人有点累 还好像有点发烧 会不会我昨天打了流感针 现在中了流感呢 其实卫生局用的流感针 是灭活疫苗 打了是不会导致患上流感的 打针之后可能会出现轻微症状 好像低热 有点累 针口位置有少少红肿痛等 但是这些都是正常反应 无需治疗 一到两天就会自己消退 但是如果症状持续 或者加重 有可能是打流感针之前 已经感染了流感 或者其他呼吸道的疾病 那就要再来看医生了 为了避免感染流感 我们应该在流感的高峰期前 尽早打流感针 卫生局流感疫苗查询热线 28700800 太太 主食奴装好了 你试试有没有问题 麻烦你师傅 那个套奴最近经常看不着 还传出石油气味 我想都是时候换个身了 没错了 小心洗得万年船 万一连续打几次火都不着 就要等味道散了才好再打 经常是这样 就要找专业师傅来检查 明白了 政府宣传都有提到 用奴的时候 门窗要打开保持通风 也要经常留意喉管有没有松脱 奴具周围就要保持清洁 千万不要放置热而物品 是啊 照着这份奴具使用指引做 就更万无一失了 消防局提醒你 燃料使用需正当 提高意识保安全 市政署提提你 以法律规定入口鲜活 和动物原性食品时 都需要预先申报和检验检疫 现在时间是 公民电台晚上8点